现在世界各地它流行的病毒毒株类型不同 那这个疫苗对这些不同的病毒毒株都会起效吗 大家知道我们进入4月份之后 我们有国外流入的病例 我们海关隔离的就是入关之后被隔离的 那么它发病其实它不是在中国感染的 它是在世界各地感染的 但它回到中国之后呢 我们获得了20多株这样的病毒 不同的序列 包括来自美国的来自欧洲的 来自这个中东地区的不同国家的 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疫苗免疫的血清 与这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病毒进行中和 发现呢都能中和掉 不论是你来自美国的还是欧洲的 都能中和得掉 所以这是非常乐观的看到 其实新冠病毒血清型病没有改变 我们的疫苗对来自全球的病毒都能中和 那就可以推测 我们的疫苗在全球都可以获得保护 现在的产能能到什么样 我们目前科兴设计的产能已经能够达到三个亿 就是一年产三亿支 所以这样的产量其实应对国内的需求和一部分国家的需求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已经像有一些国家承诺是会 像中国一样获得优先性 也就是说这三亿的产能会提供给疫情严重的国家 就包括印尼在内的这样的国家来使用 习总书记已经宣布了说中国的疫苗会是全球公共产品 那么科兴的战略也是全球战略 今后这个疫苗会怎么分配呢 我们其实最重视的或者是优先等级一样的是这两个要素 一个是人口众多要保护 第二一个你发病严重 你不要认为中国不严重 其实中国很严重 我们经历了武汉的疫情就知道中国很严重 只是现在把疫情降下来了 那么我们其实14亿人都没有抵抗力 我们离着群体免疫还有非常多的人口需要接种疫苗